我在对方的禁区附近 被对方这个缠导 获得了这个前场任意球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有一定的攻击能力 和对方对抗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佐证 我只是特别懊悔的 有一个球从左路应该吴承宁传过来 那个球真的他稍微脚法好一点 他这个球能往回一点的话 我这个球手边就可能摘不着 我可能就能射门 这个球我特别遗憾 接下来对中国队的考验开始了 双方都在寻找长传反击的机会 但对手显然更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制造极具威胁的射门 上班场第16分钟 苏继海遭到来自对方球员他第三次侵犯 而这时怕还不知道 对方的这脚放一场意味着什么 给他一个就是说话说 那个足球应该有个剪刀脚 爬一弄 他踩一下就就是前脚到他 摆过来了 摆过来以后当时这里面就动不了了 就扭伤了 这个脚背的小刃 就很起伤 那时候小刃再扭了 就弄起来了 就整个脚背就弄起来了 其实说实话 就是说你看梅西 C罗 很多这个 这种世界顶级的球员 我相信每一场比赛都会被别人 对方来特殊照顾 那么我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 或者说让哥斯大利加 用这个非常这个重点的这个关照 我想的那个受伤的那一下 可能也是出于一个偶然吧 换人的名额有限 尤其是比赛的刚开场 所以不想给组织添添负担 想尝试着去坚持 几次尝试都只能在原地 一拳一拳地跳两架 如果再一味地坚持 不能够以一个健康的这个身体 来对待比赛的话 那你还不能找一个能够发挥 百分之百的上去冲击力还更强一点 世界杯这个其实那一刹那 已经对我来说就结束了 第25分钟 孙继海是一较一种换人 米露召来了年轻的驱风 而孙继海本来就有救伤的脚 此刻用心的痛楚 宣告了他个人在世界杯舞舞台上的陷入 中国队在上半场打到25分钟的时候 被迫换人 受了伤的孙继海 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多么不情愿的下场 孙继海的下场呢 他是对我们右路的防守啊 确实压力比较大 那俩就全是他那右边 就是我们的右六的防守出现问题 他从我们这打进去的 结果刚要上场的时候 风又被打这个 0比2 首先这个前后失求是吧 那么这个中场 你的盯人抢断不狠 那么直接导致对方球员面对你的后卫 是吧 然后后卫在这个部位当中 出现失误 最后怕 是吧 守卫员的一些判断 或者他是一两贯的一个失误 我再要一次换人 11号鱼根尾上 要换一下 范之翼 范之翼啊 他那个外怀 外怀认单就是扭上范之翼 是老原有什么办法啊 让我就是能够正常的跟队训练 也理解 理解 但是抱上去以后可能就不让他打比赛 这是也是有可能 抱上去也可能不让打米露 也是有可能的 是不是不让他打比赛 那么我就没抱就给他打了 事后一看才发现 被换下场的范之翼的伤脚已经肿到麻木